19岁的阿娟是个乖巧懂事的女孩,为了供两个弟弟读书,她还没上高中就进城打工。 好在生性善良的阿娟带人诚恳,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,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,她找到了公司清洁工的工作,虽然薪资不高,但是工作轻松,还有休息时间,年轻的阿娟充满干劲,在公司里她遇到了如今的老公强子,小伙今年32岁,长相俊朗,还很有气质,她不嫌弃阿娟的家庭,之后二人陷入热恋,私定终生。 好不容易,爱情走上正轨,幸福的阿娟身体出现奇怪的症状,她每天数头挥掉一些头发,常常感觉浑身乏力,不过她没把这些放在心上。 大约三个月之后,两个人迎来了大婚之日,新郎英俊圣潘安,新娘美丽丝貂蝉,强子邀请了公司的同事,大家把酒言欢,共庆喜事,新婚之日都很高兴,两个人喝了不少酒,到了晚上洞房时间,强子和阿娟亲热过后,发现女孩的身体出现了奇怪的变化, 她的肌肉萎缩,皮肤变干,一下子老了几十岁,医生检查后,告知女孩得了衰老症,病情一直有隐藏在身体里,加上大量酒精刺激,女孩的病情一下子发作,加快她变老的速度。 女孩的病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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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孩的病情